我們可能就是要跳到第六個單元 第六個單元的話 就是這個資料就不是在我們的電腦裡 而是在網路上面 可能就是有點簡單的爬蟲 未來將來我們大部分都不是單機處理 大部分資料都可能是在遠距 可能在雲端上 可能在網路上 可能在公司的其他主機上面 如果我希望 可以把那個資料抓回來做處理的話 那這個接下來要怎麼做 那首先這個地方需要 如果以後 像我剛剛提到像Pandas 這樣等一下會用到一個叫Request Request其實就是 有點像模擬 你是一個瀏覽器 然後把資料抓回來 放到Python裡面處理的話 那這些模組 它預設都沒有先幫你裝 不過我記得好像我這個懶人包 已經幫各位裝了 我不確定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能就自己裝一下 那要怎麼裝 不過在講這個安裝之前 稍微先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你會發現 剛剛有跟各位提到 在Python的那個官網裡面 就是如果已經內建的 它有在說明檔裡面都有 所以你步過Python的關鍵字 它這邊會有個Documation 我剛剛提到 這個Documation裡面的相關參考 內建的它都有說明 就這個Library Reference 裡面都有 像OS其實剛剛有提到 所以裡面你們 假設OS你想要延伸去瞭解 都會有很多說明 不過以前很痛苦 以前只有英文 現在還好有中文的 可是說實在那個中文看起來 其實跟什麼 英直接翻中好像沒兩樣 所以其實看起來滿痛苦的 所以為什麼坊間的書籍大家喜歡看 因為那個看得比較懂一些 但是畢竟它是二手的 如果你想要看一手的話 還是直接看那個Documation 會比較直接 另外的話 順便講一下 這個官網其實還滿多東西 各位可以參考 比如說什麼 像我剛剛講那個外掛有沒有 其實它是放在哪裡 上面這邊有個叫Pypi 它的全名叫做Python的Package Index 實際上我們講的是外掛 但是它英文名稱叫Package Package就一包的 OK 那這個Package Index 意思就是說 它在這邊可以讓你查詢 比如說你把它點進去 特別知道在哪裡 在這上面 這個叫Pypi 有沒有官網上面這邊有叫Pypi 那這個Pypi 實際上就是它的外掛的一個叫什麼 查詢系統 比如說你今天想要針對什麼 什麼樣的功能 你可以在上面打 不過目前應該沒有 印象中好像中文不曉得OK 你可能要打英文 比如說你要針對什麼 針對某個功能 比如說你想要去downloadYouTube上面的影片 這可能不適合打 因為我之前就是上課教人家怎麼下載YouTube 結果那個影片就被YouTube給封鎖了 然後他給我黃標 說你如果再這樣的話 就違反社群等等的 可以就警告我一下 可是我在想說我是教人家怎麼寫Python程式 我又不是說我要去怎麼樣 所以我就被黃標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如果我現在打YouTube 就回去我後製一下 我給他打馬賽克吧 還是怎麼樣 其實你可以打YouTube download 有沒有 其實搜尋喔 這邊就會有那個 很多模組 它其實都可以辦得到 那你只要把它安裝進來之後 然後照著它的Sample Run 其實就可以把YouTube上面影片 真的幫你把它下載存檔 是沒有問題的 OK 類似啦 它有什麼 比如說看各位有需要做哪些動作 你都可以在上面搜尋你的關鍵字 然後等等的 你就可以在這邊 那目前看起來 它的總共的那個project 就是裡面的package 總共有42萬多 其實你會發現它進步的還蠻快的 之前才30幾萬 現在突然就40幾萬了 那再過一段時間可能50幾萬 可能破百萬應該蠻快就破百萬了 那其實一個project 其實就是一個解決方案 OK 所以 比如說呢 我看一下如果打中文它會不會接受 比如說 什麼 語音辨識好了 我記得好像我之前這樣打 它好像會 有耶 語音辨識有沒有 這邊都會出現了 有沒有 語音辨識 它可以keyword 它甚至它會幫你列出來 所以呢 等於是說裡面 有很多的相關的那個package 那至於怎麼用 它有什麼台語的呢 OK 怎麼出現是台語的比較多 OK 那比如說 甚至裡面應該會有 就是類似 假如說 你希望 你是讀中文 比如說你講中文 它會自動把你的語音變轉 換成文字 那其實裡面有啦 不過最常用的是Google那個 不過目前用Google那個 是要花錢的 它的量多的話 它就要付費 OK 那這個部分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所以今天第一個犯 這個第一個0601 請各位先找一下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去抓那個網路上的資料的話 比如說我舉 比較常遇到的 像開放資料 那這個開放資料 各位可以在 第二頁這邊 有個什麼 台中市的這個吧 住宅切單 住宅的資料 那其中各位可以看到 最常見的不外乎是 CSV 不外乎是 XML Json 那其中的話 假設我今天希望 把資料 download到那個什麼 download到 python裡面的話 像我們先取 csv好了 那你點進去 這邊就有個網址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網址裡面的 這個檔案 直接就讀取到python 的話 該怎麼做 當然 你們可以先點它一下 它會下載 你會下載 它是一個csv 那你把它開啟之後的話 它會預設 會用那個 這個什麼 用這個 Excel直接打開 但是你想說 為什麼是亂嗎 我跟各位講 因為它是UTF8 如果它是big5 就不會亂嘛 可是那你想說 那怎麼辦呢 其實有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 你把那個編碼方式 改 所以方法一的話 你可以把剛剛下載的東西 直接怎麼樣 剛剛下載 下載的地方 就這個檔有沒有 你按滑鼠右鍵 把這個檔 更改什麼呢 右鍵 然後開啟檔案 用記事本 打開這個 這個 在記事本不會是辦法 你可以另存新檔一下 另存圍的地方 關鍵的地方 在底下編碼 你直接可以改成什麼呢 ANSI 你把它改成ANSI之後的話 存檔 然後呢 是 把它關掉 你再重新開啟之後 你會發現Excel就不會是亂碼了 有沒有 就正常了 OK 這是方法一 可是你說老師 那這樣很麻煩 我還要每次都要改 那如果我不想改的話 有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假設 我把它恢復 好了 比如說如果假設 我 因為你 改不完 所以把它改回來 UTF8 那當然你Excel開會亂碼 所以方法二 我記得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直接怎麼樣 可以直接先把這個Excel先打開 就是你不要直接點兩下打開 而是用那個什麼 Excel裡面一定有資料 資料裡面有個叫文字檔 也就是說啦 你不要直接打開 然後你再去找到你剛剛下載的那個檔案 再來 在download download download底下 在這裡 那它有什麼差別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從資料的從文字檔喔 它會多一個功能 它會先跳出來 先問你它的編碼方式是什麼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不一樣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要兩個方法 第一個你把它改成ANSi 第二個的話 你從怎麼樣 先開Excel 再資料從文字檔 把它改成 跟它講說 這是UTF8 然後它的分格符號 剛好是什麼 豆點 然後直接按完成就可以了 它就直接怎麼樣 幫你把它加進來 這樣也OK啦 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 有點比較麻煩 要用記事本 把它轉存成ANSi 一個方法是直接 在資料裡面從文字檔 然後找到那個檔開起來 不過好像也是挺麻煩 如果你檔案很多 你每天都要開檔、關檔、開檔、關檔就好了 但是如果今天用Python的話 我們直接可以讀到Python 很簡單 所以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用Python 來開剛剛那個檔的話 那最重要就是需要有個東西 叫做Request 這一個模組 不過好像我印象中 我們懶人包已經裝了 所以你們待會亂亂看 理論上只要不要出現什麼 它那個出現一個訊息叫 No Module Name的這個的話 那你就不用裝 如果出現的話你就裝 那至於怎麼裝 我們待會看看 如果大家都沒裝 我在示範怎麼裝給各位看 安裝的方法跟各位講一下 有點麻煩 它必須要像豆食一樣下指令 但是指令也不多 只要照著步驟做應該都OK 那程式的話其實就是這四行 Ctrl C好了 再把它放大一下 所以如果要下載的話 主要是在這四行 在6你們找一下那個雲端白板講義 0601這邊 開啟資料CSV和JSON資料處理這個單元 OK 然後呢 可以記得 或者你們看一下 因為我講義可能沒印那麼多 我不確定有沒有印到 如果沒有的話 你乾脆就直接雲端上找 然後這個打開之後的話 找到這個程式碼的話 應該在第二頁的地方 有個1下載資料 這邊總共會有幾行程式 總共有四行 OK Ctrl C一下 然後呢 請你把它貼在這個模組 所以新增一個模組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不過呢 這個Ctrl加一下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它首先一樣Import Request 所以如果假設你這個環境裡面 沒裝Request 它會跳No module 不能Run 你要安裝才能 理論上好像有 我們等一下弄弄看好了 第二個就是說 我透過它裡面有個方法 叫做.Get方法 這個.Get方法意思就是說 點Get有點像是我跟主機要資料 Get 給我東西吧 然後呢 所以後面記得這邊有個雙引號 請你把雙引號貼一個連結 哪個連結 就是台中市政府這邊有沒有 這個住宅切到喔 你記得找到CSV這邊有個檢視資料 檢視資料這邊有個資料下載網址 請你把下載這個網址複製一下 然後呢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剛剛的這個 Get雙引號裡面就對了 意思就是說 我要去下載 它給我這個連結 裡面的CSV 好 那你只要跟它講說 編碼方式 有沒有 Encoding 是UTL8 當然未來如果它是什麼呢 這個 ANSi 或者叫Big5 你這邊就要打什麼 CP950 CP950 OK 然後呢 最後呢 得到的它就會有一個物件 叫HTML的物件 那裡面有一個屬性 就叫.test 那個.test裡面就是 裡面的所有資料 OK 就試行 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程式是這樣子的話 來runrun看好了 如果 正常應該就成功 如果 失敗我們再看 執行看看 有沒有看到 馬上資料就下來了 有沒有看到 正常應該OK啦 而且還蠻快的 我發現 但是如果大家 同時去存取大量 我怕 可能有些主機會擋 OK 目前應該資料不多 所以你會發現 瞬間就切 就抓下來了 那當然 如果假設 這邊總共有幾個欄位呢 總共有編號 然後按類 發生時間 跟發生地點 欸 那如果一樣 假設我只要前十個 然後我只要什麼呢 我只要編號 發生時間跟地點 我不要按類的話 欸 那不就跟那個之前 會員系統很像 有沒有 所以如果抓下來的資料 但是他抓下來的資料 就是一個 全部的文字檔 那有點像是那個 F物件裡面的那個什麼 點READ 你想說老師 那為什麼request裡面 它沒有像那個 F物件 檔案物件裡面 它沒有點 什麼 點READLINE 很抱歉 它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它等於有點像是 它就是整包給你 然後給你一個字串 它不會幫你切 欸 可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假設 我們有個需求 我那個按類 你會看到按類 都是住宅切到 我不要啦 我只要第一欄 跟第三欄 還有第四欄 OK 那要怎麼得到 另外甚至呢 我還可不可以做一些篩選 我要留下哪些資料 我要去剔除哪些資料 其實啦 當然後續 我們都可以 再針對這些資料做一些處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就是把這些資料 今天至少 可以開個頭 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抓取那個網路上面的資料 那我們今天會透過一個 外部的模組 叫做request 它有一個方法叫.get 然後就把這個資料給抓下來 所以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可能雙銀號裡面 這個雙銀號 可能要自己填一下 剛剛 這個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的資料 然後 OK 那請各位先試著完成看看